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是,Della,大家好 继续我们这个系列就是 妇女怀孕期间经常遇到的问题 以及如何用同类疗法去处理他们的问题 今天就讲到这个 因为我们也讲到 怀孕基本上是荷尔蒙的变化 除了这些口味,睡觉之外 到了身形的问题 到了很多时候,真的会有水肿浮肿 无论你可能是面、手、脚渣 甚至全身都会有这些出现 但这些是可以如何用同类疗法去处理这种情况呢 当然了,水肿浮肿 通常是出现在怀孕的第六、第七个月 即是尾期,即是生气后的时候 这样就会出现 通常出现的女性 多数都是没有怎样做运动 少做运动的人 但还是有些其他因素 可能站得太久 可能坐在一个很狹窄的位置 坐得时间太久 或者在巴士、飞机、火车、厨房里面 是蹲在那里坐了太久 当然了,如果你的体重增加 怀孕的时候体重增加 子宫的压力会增加之后 会导致盆腔、腹腔里面的血管流畅的 是受到障碍的 当然有时候这些水肿盘有高血压和蛋白尿 这个可以叫做比较危险 有时候叫做阴神中毒 当然我们要适当地休息、饿床 当然走路也会帮助 有几种疗剂 除了整体性的疗剂 我们叫做体制疗剂 也有些简单的疗剂 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第一个疗剂就是蜜蜂 蜜蜂 蜜蜂通常是肿胀 尤其是到下午 下午是走久了 通常会在右边 聚在右边更多 同时 手和手指尖 或者膝盖 也会有一种脏和麻木的感觉 皮肤在肿胀的部分 皮肤好像闪闪亮亮 因为肿胀的咬了 对呀 所有的蜜蜃蜂蜂 好像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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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蜜蜜蜜蜜的感觉 当然的感觉是脏和很僵硬 水也会包着 同时 尿液是较少的 水是积了身体 不是用尿排出来的 还有有时候出现深色的沉添物 当然人很疲 但不口渴 记住,黄蜂那种人是水涨 尿不出,但不口渴 另外一种是白身 都是这样 主要在脚腿里 会肿胀、水肿 小腿有抽筋的感觉 白身的人是喜欢喝水 它是口渴的,但喝的是小口渴 默默地喝,不会大冷地喝 有时候水肿有皮疹痕痕痕痕 烧的感觉 人们基本上很不安 很累得死,没什么精力 很累得死,但很不安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这就是Synicum Album 白身的正形 另外一种是Applecinum Cannabinum 是印第安麻 印第安大麻 Applecinum Cannabinum 通常都是手脚 和关节都痛 除了手脚肿 和所有关节都痛 热的 热 和腿里有抽痛 和很僵硬 这个就是Applecinum 有些很特别 关节都痛 另外一种是Prunus spinosa 我们叫黑茨里 黑茨里 Prunus spinosa 通常是触果、腿、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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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要去小便 但通常能够摇得到 尿都是很慢的 这是黑茨里 Spinosa 主要的症状 我们介绍的四种疗剂 其实每个疗剂都有它独特之处 大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当然未必一次听到 当然最好是自己做一笔记 将重点自己记下 遇到这些问题 从而选择一种最适合的疗剂 同类疗法用于在急性问题上 如果配合得适当的 就很快看到疗效出来 所以家中一定要尝给疗剂 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些水肿 好像孕妇怀孕期间出现水肿的问题 但可能有些病人 某些状况 最直接是跟神有关系 或者其他循环系统有关系 都出现了水肿 刚才医生提到的几种疗剂 每种疗剂有些独特不同 也可以设计得适合得适合 也可以用在这些症状上 所以大家要有疗剂 才可以学义自用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杀春番有关的疗剂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论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感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